吃一年的外卖将会怎么样呢 浙江永家的一个妹子告诉你 一年后她的血变成了白色了 如果不是及时治疗 她很有可能因此丢掉性命 我们都知道外卖并不是那么的健康 但是你肯定想不到 她能不健康到什么程度 最近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暗访视频 很多人看了之后表示 自己的心理下线再次被刷新了 是不是有点触目惊心 要知道这每天的40万份里 可能就有你点的那一份 但这并不是餐馆做出来的 而是为餐馆提供外卖的工厂做的 就是图片也买了多 一下干了十来多 肉坏了就往里加东西 成年老冻肉调好胃 接下来就是弄熟了 经过调料调味油炸趣味 这些变质肉就再也吃不出新鲜不新鲜了 接着来到最后一步就是包装 很快 这些包装好的菜品就流入了各个餐馆 并登上了各种外卖平台 卖相还极为好看 而在外卖平台上点过这些料理包的消费者 估计没吃出什么不对劲 反而评价还挺高 对餐馆来说把料理包当现做饭菜来卖 利润更高 对料理包工厂来说是全国的餐馆 撑起了他们的销量 好用鲁迅先生一句话 我已经说过 我向来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外卖的 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 看了这个视频 如果你还想吃外卖 我佩服你 你不光胃口真好 你心也真大 只是为什么每次行业黑幕曝光 都是靠媒体偷拍和内部人是爆料才行的 有没有想过 就不能够有点更专业的 更职业 更权威的人出来做事吗 是耗子太狡猾了 还是猫们被人宠坏了 西片火热实拍群社区 微信搜索西片 关注后即可进群